天寒地冻这些美味却正当鲜 特别是鸡鱼 现在冬天了比较肥 就用这个萝卜丝烧鲤鱼正好 冬天用的是露天的这个豆苗 比较爽口 烤梅季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跟我们的草莓搭熟 陶在厨房教你冬日里来品品鲜 上海市去开店了以后 我们用冬笋 主要是延长这个烧卖季节 鸡鱼里面的蛋白质分泌起来比较快一点 熬出来的露汁 高压锅 焖汁 小吃锅 陶醉上海 绑定生活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陶醉厨房特辑 我是郭小倩 说起这个春天啊 那可是万象更新的季节 而到了冬天 好像只剩下万木消锁了 不过呢 就是在这个万木消锁的冬天 偏偏是某些食材 最实力 最新鲜的季节了 所以今天我们陶醉厨房 就要带你们一起在冬日里来品品鲜 冬季吃食鲜 很多上海人会选择去上海周边吃农家菜 位于清浦的涟漪琵琶琶生态园 每到周末必定是宾客营门一味难求 这里除了有最当季的食鲜之外 如同室内花园一般的用餐环境 也一直为食客们所津津乐道 它是一个大盆 在里面吃饭比较自然的环境 而且它都是农家菜 你的清湖土色比较土色的月里 吃一个林啊 啥啊 那个食令菜比较好 说到这里的食令菜 就一定得来说一说 枇杷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距离枇杷园十公里之外 就是上海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 电山湖 在枇杷园所吃到的河仙 几乎都来自这里 我们这个河仙都是从那个电山湖 它们那个渔厂上面去订购的 都是野生的 冬天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鸡鱼啊 那个扁鱼啊 还有昂斯鱼啊 还有河虾啊 都是比较食令的 特别是鸡鱼 现在冬天了比较肥 鸡鱼 正是我们要说的第一档冬令食仙 所谓冬季夏礼 立冬以后正是鸡鱼的产卵期 肉肥子多 味道鲜美 那今天呢 就叫大家做一套鸡鱼汤 烧鱼汤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 枇杷园的第二大地理优势 枇杷园本身就是个 大规模的农业种植园 而距离枇杷园不到600米 还有一个占地150亩的 蔬菜种植基地 蔬菜从田地到餐桌的距离 不过短短的几百米 而我们就要从这些 实例的蔬菜里面 为鲫鱼找一位好搭档 冬吃萝卜下吃姜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萝卜丝 烧鲫鱼生好 所谓冬吃萝卜下吃姜 说的就是萝卜味干性凉 冬季吃萝卜 不仅可以消食清肺热 还可以调理干火虚妄 那今天沈师傅会教我们 如何在家里熬出像这样 奶白色的萝卜丝鲫鱼汤 第一步先来为鲫鱼改刀 清洗好的鲫鱼可以在两面 各划上五刀 方便鲫鱼入味 我们用的是野生鲫鱼 基本上叫那个鲜味还好 如果是比如说像一般就是家养的 可以加点料酒啊 放点那个葱姜啊 先腌制一下 它也是可以去腥的 所以接下来第二步骤就是腌制 用葱姜料酒腌制十分钟左右即可 腌制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加味道 加了味道以后 它会里面会渗透到这个鱼里面去 会影响到最终的口味 第三步 腌制好之后呢 先别着急下锅煎鱼 鱼下去之前 你可以用的细盐 表面先稍微涂一下 在煎的过程中 它的皮不会爆 准备就细之后 先用大火将油锅 加热到七成油温 然后转中火 就可以下锅煎鱼了 这个鱼的话 就是煎到两面成金黄色 到时候烧好以后 它这个汤会更白 更浓一点 鱼煎透之后 加入姜丝和葱段 接下来就可以加入水煮鱼汤了 最好呢 就是加开水 这样就是有利于鱼里面的蛋白质 分解起来比较快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汤会更容易起白 浓度会更高 加盖之后转大火等于烧开 烧开之后 就可以准备加萝卜丝了 对于萝卜该怎么挑 沈师傅也有不少实用的小诀窍 第一 看它的表皮 光滑的白萝卜呢 它的肉质比较细 口感呢 肯定也是比较鲜美的 不要挑最大的 挑中下的 烧好以后 口感比较软糯 萝卜丝可以提前准备好 等水烧开 就可以放下去了 然后加盖 调中火 烧十分钟以后 就可以了 十分钟后呢 就可以看到 奶白色的浓汤了 煮鲸鱼汤 还可以适当地 加一些猪油 可以让煮出来的鱼汤 更浓郁 下面还剩最后一个步骤 调味 调味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少许的食盐 胡椒粉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没好一点 因为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是去腥跟掉腺的 冬天为自己 为家人 煮上一份 萝卜丝鲸鱼汤 开胃消食的同时 还能美容养颜 预防感冒哦 说到时令呢 在老南汇的下沙地区 有一家神秘的店 一到春天呢 这个门突然就开了 时刻门啊 蜂拥而至 这个没几天 这个门又悄悄地关上了 想吃啊 就得等上来一年了 没错 我说的呢 就是下沙烧麦啦 不过呀 你知道这个下沙烧麦的麦字 怎么写吗 下沙烧麦 就是那个有肉的呀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吃过吗 吃过的吃过 挺好吃的 有人写了买卖的麦 又有人觉得 应该是麦子的麦 究竟哪一个才对呢 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们这个烧麦的麦呢 是边烧边麦 所以是一个 卖出去的麦 郑玉霞 下沙烧麦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以笋丁和鲜肉为馅的下沙烧麦 肉汁丰富 且味道鲜美无比 在二十多年前 下沙烧麦还只是浦东 乡间一道流传百年的点心 能让更多人知道下沙烧麦 离不开郑阿姨一家几代人的努力 十多年前 把下沙烧麦的注册上标以后 以前一直在郊区 在南汇下沙地区经营 是一年成为浦东籍的非议了以后 各个媒体帮我们来宣传 把店开到了市区 我们在上海市区 就开了大连路这一家 所以在上海市区 想要吃到最地道的下沙烧麦 还得认准大连路这一家 招牌的笋丁鲜肉烧麦 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原本下沙烧麦 只有在春天卖两个月 2011年郑阿姨把店开到浦西之后 就开始用冬笋代替春笋 今天郑阿姨就要用冬笋 来教我们做正宗的下沙烧麦 以前我们延续老的传统下来的 我们一直是用春笋做的 为什么没有用冬笋呢 因为冬笋的一个价格高 还有出入率低 一般来说冬笋的价格 至少是春笋价格的两到三倍 而冬笋的出入率就比春笋要小得多 所以一个下沙烧麦当中 冬笋的成本很可能是鲜肉成本的两倍还要多 制作下沙烧麦的第一步就是将冬笋焯水 将剩下的冬笋切块放入沸水中煮至四成熟即可 把那个色的味道弄掉 同时也可以准备第二步 猪肉最好选择优质的夹心肉 去皮之后就可以开始切碎了 猪肉切得粗口感容易太硬 切得像肉糜一样细又容易没有嚼劲 差不多这样粗细差不多了 稍微有一点颗粒 等冬笋焯完水同样也要切碎 和切猪肉一样 冬笋同样不能切得太粗 也不能切得太碎 太碎了以后你嚼也嚼不到笋的感觉 细的感觉差不多了 这现在稍微粗了一点 还可以稍微躲碎一点 都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拌馅料了 下沙烧麦鲜肉和笋的比例差不多是2比1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和食用盐 放点配好的调料 放点鲜酱油也可以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料就是一个皮冻 这个汤汁就是靠皮冻 但是家里弄的话可以弄一点猪爪 烧熟了以后这个冻也可以用的 加入皮冻之后将馅料充分搅拌 像家里的话这个量少的话 你多小一点时间也可以 馅料准备就绪 皮子也不能落下 这里烧麦皮是先用机器压制 再用擀面杖擀出如花瓣一样的形状 买不到烧麦皮的话也可以用饺子皮代替 皮子边上稍微压得薄一点 这个稍微变大一点 饺子皮的话比这个烧麦皮实烂 蒸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烧麦就时间就是不一样了 馅料皮子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包烧麦了 下沙烧麦用量十足 但包的时候却不是完全收口的 一泡一捏就是一个烧麦就形成了 如果感觉自制烧麦太麻烦的话 其实店里也有当天包好的半成品烧麦出售 只是烧麦买回去该怎么蒸 同样也是大有学问 烧麦是靠水蒸气蒸熟的 所以这个水不能一点点 尽量稍微要多一点 一定要把水先烧开 烧开了以后再把烧麦放上去 旺火蒸九分钟 蒸九分钟以后蒸半分钟时间 刚蒸出来的下沙烧麦 个个亭亭玉立 犹如含苞带放的玉兰花一般 精英剔透的外皮包裹着鲜美无比的 笋丁鲜肉和一包汤汁 感谢冬笋 让我们在冬日里也能品尝到 原本独属于春天的鲜美 在徐家会的高楼林立间 有这样一栋独立的小洋房 里面开着一家私房菜馆 电子菜单上的菜品呢 不算多 但老板会告诉你 这个菜单是不固定的 就是说你电话来 你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可以帮你设计菜单 顾斌 中国烹饪大师 2016年被评为上海市首席济师 学本帮菜出身的顾师傅 熟龄20余年期间获奖无数 在餐饮界几经辗转之后 终于在去年创立了这家大师家宴 只是这菜单却始终没有固定下来 菜单固定原因就是我们做的是食令菜 每个季节都有它的食令蔬菜 不能做反季节的 说到食令菜 冬天的草头比春天更糯 而豌豆苗更是冬季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美味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道菜 以豌豆苗或草头为底 再看这摆盘 是不是跟本帮名菜草头圈子 一起同工呢 这道菜来就是草头圈子来的灵感 这么草头来圈子里面来 我用上了豆苗 而豆苗上盖的不是红烧大肠 也不是墨鱼仔 而是来自江苏扬州的野生小雌菇 野生的纸皮的小雌菇 它的口感比较糯 买不到野生小雌菇 我们可以找一点白颜色的 带一点紫颜色的大的雌菇 烧的时候要一切为四 雌菇也是冬季最时令的蔬菜之一 味道甘甜 煮熟之后呢 口感是又酥又糯 那一般在家你会怎么烧雌菇呢 是的 很多时候雌菇常常作为配角出现 但是今天这道豆苗炒雌菇里 雌菇就是绝对的主角 鹿呢反而成了隐形的配角 当然这个配角的作用呢 也是同样的至关重要 雌菇因为没有味道 一定要用外来的味道 肉汤的味道烧到这个雌菇里面 所以在烹饪雌菇之前呢 我们要先熬一锅肉卤 虽然只是配角 但这个五花肉也一定要选好 雌菇呢比较吸油 所以说我们要找一点那个 肥一点的五花肉 肥镖要多一点 熬出来的肉汁来高压锅 焖汁小吃锅 首先第一步就是来给猪肉飞水 家里面烤个几块五花肉就可以了 开大火将五花肉飞透 飞透之后就可以开始熬肉卤了 首先加上葱姜 干辣椒 八角等各种香料 将五花肉煸香 这个肉呢一定要煸透 煸香之后加上料酒 滴上老抽 肉卤呢也可以尽可能地熬得浓郁一点 上色以后再加开水 烧浓郁一点呢就是锅盖盖好 把它小火慢炖 烧一般性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把它炖到这个肉呢 要化掉 化掉以后呢 这个肉都在这个汤里面 使用它的口感更加的浓郁 肉卤熬好之后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闷瓷菇了 将小瓷菇和肉卤一起用高压锅 闷四十分钟 用一般瓷菇的话 可以适当地延长闷制的时间 瓷菇闷制好之后 还要再进行最后的收汁 小火慢慢收汁 你觉得颜色淡了一点 可以低一点老抽 上上色 慢慢慢慢慢慢就上色 等瓷菇收完汁 就可以开始炒豆苗了 炒豆苗可以参照 酒香草头的做法 白酒的度数呢 可以稍微的高一点 也是忘火去炒 冒清烟的时候 这个豆苗才下去 调味相对比较清淡 一点点盐 一点点糖 弯豆苗的鲜嫩 便能完美呈现 炒头递酱油 豆苗就不要递酱油 出锅的时候 低一点白酒 少递一点 好 豆苗炒好之后 再盖上收好汁的瓷菇 两种最实现的蔬菜相结合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 这个冬天的呢 杨州野生小池菇来做到 一月中旬就没有了 市面上的这个池菇 大概做到三月份左右 每年草莓季 杭州的雷迪森博利大饭店 都会共用一款 季节限定的草莓大福 而这款草莓大福 就出自上海的这一家 以荷果子为主打的果标 创始人萧云 如今已经是做 荷果子的高手了 但她和荷果子的缘分 还得从四年前开始说起 2015年的时候 年初去了一趟日本 在日本的街头 看到橱窗里面的荷果子 一见钟情 翻阅了荷果子的历史资料 才发现它在宋唐时期 实际上本身就是 我们老祖宗的东西 这些制作精美的荷果子 就是果疗的主打产品 不仅外形美观 口味也十分丰富 其中大福也是 荷果子的一种 而里面作为内校的水果 也会随着实力而改变 比如杭州的 Relecting酒店 他们在不同的季节 都会跟我们 订不同的产品 但是尤其是在 草莓季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跟我们 订草莓大福 那今天我们就跟 萧老板来协作这款 草莓大福吧 首先第一步 先处理草莓 制作草莓大福 建议选择矮胖型的 外形更圆一些的草莓 清洗好了之后 一定要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之后 用手把草莓的地栽掉 不要拿刀子切 刀切的话 容易让草莓汁溢出 草莓处理好 就可以准备包馅了 馅料除了草莓 我们还需要用到红豆沙 豆沙可以均匀地 分成20克一个 然后像包汤圆一样 搓圆再压扁 然后用红豆沙 包裹住草莓的上半段 包三分之二的面积就可以了 那馅顶端可以尽量 包得圆润一些 这样成品包出来 也会更加美观 下一步就可以制作 大福的外皮了 自制草莓大福 最难的就是做外面 这层半透明的大福皮子了 网上的教程也有很多 一般不是用煮就是用蒸的 而且时间也都不短哦 我们今天做的草莓大福 不需要蒸也不需要煮 一台微波炉就能把大福的皮搞定 制作大福皮用到的原材料也很简单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于 北海道的白玉粉 这也是一种精致的糯米粉 国产糯米粉的话 大家一定要选择是水沫糯米粉 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 一般60克的糯米粉加100毫升的水 但注意水最好不要一次性加完 水我会分两至三次往里面加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白玉粉结块 充分搅拌 直到它的颗粒完全融化掉 就可以加白砂糖了 白砂糖可以一次性加入进去 充分搅拌之后 进微波炉加热 进微波炉之前 还得用保鲜膜封住耐热波 加保鲜膜的原因是为了 防止它的水分流失 进微波炉先加热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将耐热波取出 再次搅拌 我们每一次取出来 搅拌它就是为了让 生的和熟的混合在一起 也为了让糖充分地融化 搅拌之后然后再盖上保鲜膜 再次放微波炉 再加热一分钟 像这样需要重复三到四次 每一次加热一分钟 直到糯米皮全熟 最后一次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大腹皮都已经变成了 半透明状 最后还可以加入适量的水麦芽 如果你想放在冰箱里面 第二天或第三天再吃的话 水麦芽就很有必要了 因为水麦芽是为了给 大腹的外皮增加湿度 增加口感而用的 刚撑出来的皮子呢 容易粘手 这个时候需要在外面 裹上一层熟粉 所谓的熟粉 其实就是熟了的淀粉 把生淀粉做成熟粉 也是非常简单的 生粉放在盘子里面平铺 也是一样用微波炉 盯一分钟就好 外皮做好之后 平均地切成大约30克一张 就可以准备最后一步了 包大幅 准备一个小沙子 将皮上多余的熟粉刷掉 草莓大幅在包馅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点一定要注意 包好了之后 一定要把大幅皮的收口朝下 这样子不会影响颜值 让整个草莓大幅 表面上看起来光滑 微微透明 最后将底部多余的皮子掐掉 用刷子刷掉外面多余的熟粉 一个草莓大幅就完成了 一台微波炉 就能搞定的草莓大幅 趁着草莓剂 你也可以在家试试看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一起在厨房里面 说故事做名菜 我是葛小倩 下期再见哦 拜拜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弄了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呢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在这个鲁儿店里吃过牛杂油 在牛杂店里吃过火锅吗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 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 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过比较互浓 吃过很正宗 这是上档式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 这个 intense鉴定的旅游度祖フ 不用出水感